好 請來你那裡 好了,至於第二個參賽朋友叫做Li Yan Wah 她的作品就是來自這個低炭生活組別 她的作品叫做《六星人的啟示》 Yang Yang姐姐,幫我簽個名字 沒問題 嘩,Yang Yang姐姐 你寫的《六星人的啟示》真的很好看 現在連我弟弟每晚都要聽過才肯睡覺 嘩,謝謝 我都知道很多小朋友都喜歡聽故事 而且低炭生活我聽起來好像好深奧 所以我希望透過有趣的故事 令小朋友從小就不知不覺地學習低炭生活 而且故事可以一代數一代 我希望日後可以寫多些關於環保的故事 為保護地球出一份力 嗯,是啊 啊,姐姐 我現在看完你的故事 我都明白到低炭生活真的對保護環境很重要 不過我又不明白了 為什麼你會找個六星人 來教我們地球人低炭生活 哦,因為現在地球受到的污染和破壞 都是因為我們人類未能夠好好地反省 可能就當局者迷了 所以我就用六星人作為第三者去教導我們人類低炭生活 令我們更客觀地去思想 反思 反思 保護地球這件事 哦,我明白了 不過我又聽過爸爸說 好像低炭生活是包括很多很多東西的 那在你的故事裡 是不是又已經講完所有的低炭生活呢 嘿,那又沒 因為這次的故事不可以寫太長 所以未能夠包含所有的低炭生活 不過我已經嘗試用 衣、食、住、行 四方面去講說一些大部分的家庭 會很容易做到的低炭生活 希望這個只是一個開始 令大家都明白 你是有責任和能力去為保護地球出力的 嗯,原來是這樣的 對了,你看完這個故事之後 除了學到低炭生活之外 你都明白不明白故事中的語言呢 嘿,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是不是想和我們大家說 有心就不怕遲 其實如果我們現在馬上坐延起行 就一定有足夠時間拯救地球 拯救我們的子孫 就好像你的故事的結尾一樣 在一千年之後 我們這個地球還是一個很漂亮的星球 而我們的子孫呢 就可以繼續在這裏 世世代代的繁顯下去了 嘩,果然是我的粉絲啊 這麼用心看六星人的啟示 現在我們就由低炭生活做起 把握時間拯救地球啦 是的,評審方面有沒有問題 可以問一下這個參賽朋友 我想問一下這位小朋友 你剛才說你在衣食住行 那四方面都可以做到這個低炭生活 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這幾方面 有些什麼例子 哦,這個方面呢 就是你在要有需要的時候才買衣服 還有你盡量可以找一些hand me down 吃就是盡量吃少些肉 還有盡量吃多些本地生產的東西 因為呢,如果你運來的時候 那些燃料呢 會污染一些空氣 住呢 就是節省水啦 節省電啦 痕呢 就是呢 盡量搭多些公共汽車 減少那些炭的排放 好 好清楚啊 謝謝 所以參賽朋友都要很執生地去答問題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但是你明明是妹妹人家叫你姐姐的 為什麼